Esa360他們今次推出了這一部非常屈肌的攝影機 Go3 究竟有多屈肌呢? 就跟大家一起開箱看看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這部Go3他們剛剛新推出沒多久 Go3其實是一個系列 它之前是出過1、2 而現在是出到第三代 而來到第三代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自己都沒開箱看過 真的跟大家一起 新鮮滾熱 這樣拆開來看看 開的時候小心一點 一開箱就立即看到機器 看到是有少許的磁力 這部機的主打其中一件事就是磁力 它是很方便可以吸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裡面是有一些說明 再打開 它裡面這裡 開始看到有其他的配件 先看看 還有一包東西在這裡 再看看它裡面其他就是一些紙欄 說明書 那我就開完箱了 把箱裡面的主機 很重要的配件都拿出來了 就在這裡了 逐一跟大家去介紹一下它 首先這一部就是 INSER360 GO3 真的很小 體積相跟手指公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它是一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小的 我不敢說是最小 是最小的其中一部的相機 我沒有記錯它上一代的 Go2 是再小一點的 而今代的Go3是大一點的 但是它大一點的其中一個原因 有一個好處就是散熱 那一部的 運動相機其實都有一個公病 就是很容易就會發熱的 那它一熱就拍不到影片了 而今代就說沒有發熱的 這個問題是無止境地拍下去 可以拍到無電為止 而它的重量就是35g左右 真是又細部又輕 那ASION POG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它上一代的Go2 它是沒有這個ASION POG 它有另外一個盒子 是好像藍牙耳機一樣 你這部相機用到差不多沒有電了 那你就放回去盒子那裡充電 而今代它就直接把這個盒子 變成一個有一個輕觸式的螢幕 然後你可以把這部機 插在前面那裡繼續去拍片 那這一個真是一部非常屈機的設計 而它後面的這個螢幕 是真的可以屈出來的 真的屈機 那就是電量方面 如果只是這部機 它最長可以錄到45分鐘 那就跟我平時用開的一部運動相機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插在這個ASION POG 那裡一起用的話 是可以錄到最長的170分鐘左右 是真的好長的 我沒試過是可以一部運動相機連續錄到那麼久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覺得是可以看到這些配件 其實它就是給你蓋在這裡 是真的好方便 就真的好方便 也都不會太過外眼 如果穿著白色衣服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上是都比較自然的 那當然那條繩其實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不一定去到那麼下的 可以上一點點錄都OK 這個掛頸繩就可以給你這樣捲上去 這個又是什麼呢 看到有一個好像碗一樣 對應這個的外形 一看就知道 吸進去 如果你是戴鴨嘴帽的話 它就是可以給你這樣夾著 然後這樣去錄影去拍片 這裡可以調整一下 這個黑色的看上去 大家都可能以為是吸進去 其實不是吸進去的 它的作用是給你安裝 例如說裝這個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位置吸進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樣吸進去不同的地方 不過要先把這張紙撕掉 我就還沒撕 這裡有個座位 這個座位是怎樣用的呢 之後其實它是給這個Action Probe用的 就是這樣 這樣就吸進去 除了旁邊有兩個扣之外 其實我吸進去的時候 它有一點磁力吸進去 是拔不到的 非常之實的 你要把它拔出來 有個按鈕 然後拔出來就是這樣 充電線 那這一包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個就是調整角度去用的 就例如說這個你拿來掛在頸上 你打算高一點點 那你就要加上這塊東西在後面 是有磁力的 現在再跟大家看看 二日上的一些單車配件 我平時就拍開單車片多的 自然是需要一些配件 去令到畫面更多元化 拍出來更加漂亮的 紫藍掉了出來 它這一個是可以一拿出來就看到它可以轉 你看到嗎 這個挺好的 這個東西我也想要 這個位置是被你夾在手把那裡 之後上面呢 你就可以把這部機再這樣 哇 這樣去拍片了 神聖時刻 開始要 哇 如果你要拔出來 它旁邊是有一個按鈕的 你要按住它才可以拔出來 你不按住呢 它是不會掉出來的 那這部機看上去只有三顆按鈕 就不會太難操作的 開機按鈕 錄影按鈕 那開機按鈕的下面有一個快捷鍵 即是有一些功能你想立刻去切換 那你就利用這個快捷鍵這樣 裡面錄燈 Insta360經典的開機聲 那開完機 它也有一些簡單的指示 去告訴你怎樣用 就例如說現在這樣 可以去調校不同的模式 那見到那個靈敏度是非常之好的 那見到它是可以拍照 也都有錄影 也都有延時攝影 慢動作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就試試它最常用的錄影 它的解像度在下面這裡可以去調校 那可以見到 最高是可以去到2.7K 那格數呢 就30格 如果2.7K就30格 1440就立刻可以上去50格 那可以去到旁邊的畫面比例 它可以給你調校16比9或9比16都可以 防震技術有標準 關閉高 或者最高 那如果是拍一些單車片的話 都要去到高或者最高 那在旁邊這裡 那這裡就可以見到有不同的廣角的畫面 給你去調校 那這裡也都有其他的設定 給你調校 那這部機也可以當一個遙控器 就例如說現在你可以見到那個畫面 那你也可以去按錄影鍵 例如說我按錄影 它就開始錄影了 那這一部的 Go 3 看到嗎 那非常好用 那準備有出去試試 拍一下不同的東西給大家看 那這個畫面就是用Go 3 去拍給大家看 那這個解像度就用2.7K 30架線性的畫面去拍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覺得畫面是怎樣 那在防震那裡我就調校了標準的防震 那標準的防震已經是適合日常拍Vlog 去拍一些紀錄片都適用的 那如果你是去做運動的 真的更加劇烈的運動在跑步的話 那防震就要再調校高一點 那我拿上手就不會說很重 然後因為它有個反螢幕 可以讓我這樣看著 所以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 看到自己的易容是怎樣的 那如果你拆完出來 那這一部機仔其實你還可以 這樣吸在這裡 那你一吸上去就直接可以在這裡 這樣去拍一段影片 那它就可以令到你去利用環境 就地取材去拍到更加多不同的角度 一些的畫面 那這部高V就除了可以利用周圍的環境 安裝在不同的地方 亦都可以安裝在自己那裡 就好像很開箱的事 而我講的就是這一條的項繩 那就滿足到各位 如果真的想很快速 很方便 那一裝在這裡就立即拍到了 它是一個呢 是給你循環再用 吸在不同地方的一個有黏力的底座 那我現在就先拆了出來 那有個蓋子 拆完出來 我想拍著我的單車 那其實可以 對啦 就已經是吸緊了 那它是一個 它不是類似膠水的那些 就這樣貼下去 然後拆出來就沒得再用 那我不用的時候就用力一點 其實我真的貼得很緊的 那就可以拆出來 那… 那我又想換個地方拍 就例如說這裡 那就這裡 這裡其實不算完全平衍 不過我先試一下 其實這裡都OK的 這裡也 對啦 那裝進去就會是這樣 對啦 那一拆完的角度 就可以立刻用這部 Insta360的Go V 去進行一個拍攝 那就不用特地去拿一些 支架 一些自拍棍 那你可能裝在某些位置 那你才拍攝到 而Go V 它有一個很強大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都可以令到你拍攝的時候 是變得更加方便 那上面這個就是我剛才去介紹的 對啦 給一部Ason Pop 這樣吸進去的一個配件 那這樣裝上去 其實就已經是完成了 那這個配件你還可以去 自己調較不同的角度 你想這樣去拍攝又可以 拍攝前面又可以 好啦 那我現在就在單車徑那裡 踩著單車 那就一邊去踩一邊去拍 這個畫面 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我想拍攝一個 是偏向第一人稱的 一個第一人稱的單車畫面 那我就可以即時將那部機 去調一調調角角度 好啦 那剛剛就試了一個單車的畫面 去給大家看 那現在我們就準備在拍攝 第一人稱的畫面 就將這部機 放到我的胸口這個位置 去嘗試進行一個拍攝 好啦 現在這個畫面 就是第一人稱的畫面 不過這個畫面 就不能將人污得太低 因為是靠一條項繩 再將這部機這樣吸上去 那如果是人污得太低 就有機會畫面就拍得比較低 所以這個畫面拍出來 就需要去捉住上面 如果說是不想 由這個角度上的限制 就可以用一條胸口帶 那條胸口帶 我開箱的時候也有拿出來 那如果是要用胸口帶去拍片的話 就最好有這個配件 這個配件就可以將Golfi 和胸口帶連接在一起 不過這個配件就不是說 只是給胸口帶去用 也可以拿一支自拍棍 裝上去這樣用 都可以的 那可以看看現在這個畫面 可以就這樣將一部單機的Golfi 用磁吸的力去吸上去 這樣都很穩陣的 又或者是連Action Port 這樣裝上去 就由一個扣這樣扣實 是更加穩陣的 再配合上 胸口帶這樣去用 哇就真是very good 那就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畫面 可以快速切換手持的一個拍攝 又或者立刻這樣裝上去 做一個胸口的第一人稱 都沒問題啊 現在立刻跟大家去片 那現在就是2.7K的30格 最高的防震 是一個普通廣角的畫面 那可以看到 拍出來的畫面是非常穩陣 也都很漂亮 是比就這樣用項繩 那個角度拿出來是更加好的 那畫面也都更加穩定 不怕飛出來 踩得再快一點 都沒問題 那這部GO3用上去真的 我覺得很好玩 對比一般的運動相機 它很多元化 要拍片的時候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切換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效果 我突然想鬆開這部機 拍著自己 直接在胸口拆出來 其實這個整個過程是很快的 那今天的介紹都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對這部GO3有興趣的話 都會把相關的連結放在下面內容欄那裡 那除了GO3之外 其他的Insta360相關的攝影機 又或者配件 我都會放在下面內容欄那裡 那透過下面的連結 去購買Insta360部分的攝影機 就會送一些贈品 就例如買X3的話 就會送自拍棍 送一顆電池 買One RS的話 就會送一個電池的底座 那大家會不會有興趣想入手 一部新的攝影機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